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期愛的生活 我是張家豪 我目前在顧著頭顧為各位服務 在每天早上9點 固定在運通財經台 為各位來做一個分享實戰的報告 各位在昨天的盤中 其實大家普遍壓力都蠻大的 因為在過了11點之後 市場上傳出日本的央行 他們對於國債的利率上限 有做了一個微調 結果連鎖效應就這樣子擴散開來了 昨天我們台北股市 上市加上跪下跌的加速 超過2000檔 到收盤就超過了2000檔 甚至有一些非常熱門的股票 直接就打到了跌停鎖死 所以其實像這種情況 我們在操作的同時一定會遇到 一定會遇到 其實在昨天在收完盤之後 有蠻多的觀眾朋友 很擔心手上的股票 在要過年 YZ他們又要去放夜丹假期了 昨天又殺下去 而且跌幅蠻重的 到底這些股票要不要先跑 我們是不是趕快走 各位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先給各位一個結論 因為現在我們是Live的節目 早上9點Live的節目 目前一開盤開出來 目前加權指數是上漲了91點 那這時候大家會想說 你真笑欸 昨天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嗎 各位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這個是必然的過程 也就是說吃芝麻 不是吃燒餅哪有不掉芝麻的 就是說你在追求 我們在操作股票的同時 各位我們不是只有台股啊對不對 尤其是現在全世界的資金 它是非常快速的在流通 消息也非常快速的在流通 所以即便說我們的台股 你買的那檔股票真的是非常的棒 甚至昨天還創了歷史的新高 但是因為這個市場上的一個資金的流動 這個消息的一個流動 它是不是會有恐慌性的一個擴散效果 恐慌性的擴散效果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樣哇一檔一檔的一直跌下來 甚至有些就開始打到跌停了 是不是心酸它說先跑再說 所以像這種情況的話 一定會受到國際股市的影響 那受到國際股市的影響 那各位我就請教各位一個問題啦 假設說你手上有一檔 非常非常棒的股票 但是你昨天把它打到跌停 哇 砍掉了 各位今天漲回來 你買的回來嗎 你有那個智慧跟勇氣 重新把它買回來嗎 李老師我可能會再看看 各位當你想再看看的時候 各位你就買不回來了 真的相信 相信啦 這個是人性 是正常人都會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回過頭來看 哎呀那時候一個消息結果被洗掉了 一個消息結果被洗掉了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要怎麼處理呢 來各位我跟各位去講 這種既然是必然的結果 一定會去遇到的事情 那只要是問題就有解決的方法 記得這句話 在金融市場 它不可能給你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一定要記住這句話 每一次遇到困難的時候 就是你進步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種態度 你才有辦法在這個市場上 成為一個真正的快樂投資人 那什麼方法呢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報告 我先跟各位講 我會看一個點 這個點很重要 哪一個點 來各位一般人啊 看的是加權指數對不對 但是我們的加權指數有個特色 你看像剛才漲了96點 現在又跌了68點 心臟病不病 各位今天是台子期結算 但是我們在看加權指數的時候呢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要連帶的去看一個人 那叫做2330的台積電 2330的台積電 畢竟它是佔了我們第一大權重股 那台積電最近請各位看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就是在周K的部分 在周K的部分 周K的部分請您記住一個點位 可以的話拿紙跟筆把它記下來 在周K的部分請各位一定要記得一個點位 那叫做457 台積電我不是在報名牌喔 但是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點位 台積電2330的台積電 請您把這個數字記下來 457 這個先記下來 OK喔 OK喔 好 457 我再強調 我不是在推薦買賣喔 457 那為什麼要把這個457 這個點位記下來 來我跟各位報告喔 這個是台積電 台積電它在兩年前 它從235.5 衝到了670的這一塊 衝到了670塊的這一段 它中間有一段特別的圖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這裡它那時候跟聯發科 手牽手新聯星 用這一根K棒 把我們加權指數 封印加權指數30年的12682 把它突破了 但是突破之後呢 它在這個地方整整盤整了 三個月的時間 在這地方整整盤整了三個月的時間 接著呢 再漢地把衝 再走第二段 來到657 來到了這個670塊 明白嗎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你說它是支撐也好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盤整區 所以你會發現 後來在去年過年的時候 過年前它是不是拉到688 再過前高 那跌下來之後 各位它第一段的反彈 為什麼會有這一段 為什麼會有這一段 你把它畫一條線過來 你會發現人家做得很準 因為它跌破了457之後 各位 那457如果沒救的話 下一關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400塊 下一關一定是三開頭 所以那時候它跌下的地段 人家就經常把它拉上來 有沒有 人家就經常把它拉上來 拉到什麼地方 拉到了527 拉到527 但是後來再下去的那一段 它拉不上來了 為什麼拉不上來 因為那時候美國開始搞CPI了 開始每個月把你拉一次 CPI然後搞升級那一套 所以那時候 457它守不住的時候 各位連帶的 這個401 下面這一條就是401 一定破掉 所以457守不住 下一關絕對不是四開頭 一定是三開頭 有沒有 那時候是不是殺到370 有沒有 好 那再上來的時候 來各位 我給各位看一個更精采的 各位 你看這段 這一段 在11月14號的時候 是不是在這裡 各位 隔一天 它用什麼方式 跳過457 它用跳空的方式 它用跳空的方式 所以各位 這個457它就是變成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好不好 它要越過那個457 它不是慢慢吐軌喔 它是直接跳過去 跳過去它在外面幹嘛 把這些空單全部搞到爆 好不好 所以來 再看一次 接下來在昨天 各位我不知道你昨天有沒有注意 昨天的一個收盤價多少 457.5 人家出的確很準 457.5 那表明了是不是在守這個457 所以各位 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如果說台積電 457 它一旦跌破的時候 各位它進到什麼地方 非常重要的那個密集區 非常重要的那個支撐區 所以457如果控制不住 就像上一次 457現在守不住 因為CPI嘛 大家要給你按一次 按下去按下去 結果就變成三開頭了 所以當它再回來的時候 各位 當它回來的時候 再回測的時候 各位 457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個是第一個數字 第二個數字就是在比較短線的部分 比較短線的部分 剛才就給各位看過了 各位 這裡是不是目前 到目前為止的一個最大量 對不對 這是不是到目前為止的最大量 當天成交量各時百千萬十萬 超過十一萬張 有沒有 所以這一個 長紅K棒的這個低點 它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所以457再來就是462 就是462 你如果要簡單一點的話 各位那就記457就好 這個是跟加權指數最有關係的 因為畢竟台積電 它是第一大權重股 如果說它往上漲 加權指數是不是會跟著拉上 它往下跌的話 加權指數就被它帶著往下殺 問題是 現在比較麻煩的一點就是 因為台積電的第一大股東是誰 現在握手上握有最多台積電的是誰 還是在外資 對不對 所以外資它一定會受到 外國股市的干擾 美國股市的干擾 甚至昨天在盤中 日本它調了上限之後 你注意去看 美國的納斯達克期貨 在那一瞬間 砍下去 砍下去之後它第一個砍的是誰 砍台積電 所以我們也跟著263點 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人家整個架構 人家他們的遊戲規則是怎麼玩 你才不會在哪個地方 哇很恐怖 各位 還是在恐怖啥 你來到這個市場上 本來就要有這種準備 這個是必然的結果 問題是 當每一次你覺得很痛苦的時候 各位 當人家給你一個問題的時候 那個就是你進步的機會 那個就是你進步的機會 所以昨天在很多觀眾朋友 在收完盤之後 各位你知道可以跟我私訊吧 你直接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 手機掃描這個QR Code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用手機私訊給我 我看得懂 我看得到 我看得懂的問題 那我已經會回答你 我看不懂的問題 我就真的沒辦法了 就像前幾天有人問我說 老師阿根廷真的假的 我知道他贏的機率很大 他會贏幾份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看得懂 看知道的答案 我就會給你一些建議 那你手機掃描QR Code 手機掃描QR Code 來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我相信你今天也不會全身看不完 今天我要教給各位的是 你接下來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一個應對 OK 手機掃描QR Code 你如果是iPhone的話 你直接調掉相機 如果是安卓手機的話 你就把它調到掃一下 掃一下來這個地方先掃描 掃描之後你會進到這個畫面 來這個地方 進到這個畫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粉絲頁 這個就是粉絲頁 那你進到之後 這個下面這個地方點一下 點一下它會有選單會跳出來 記得第一次的話 一定先按一下這個178 178你按下去之後 系統它就會自動回傳給你 在盤中的時候 系統它就會自動回傳給你 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些訊息 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些訊息 了解嗎 這樣子了解嗎 這個在每天盤中的時候 一定會知道的一些訊息 那包括說 我在每天在收完盤之後 我會在網路上 我會在網路上 在做的一個盤後的一個報告 也都是在這裡面 如果說你是在盤後怎麼辦 來各位右上角 右上角這個記事本 這個記事本 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各位 我每天的一個盤後的教學 教學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包括說一些我們在網路 我們在這個盤中 可能不能夠講得很清楚的一些東西 都會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各位 遇到問題 永遠記住一件事情 人生我不知道啦 人生真的有些事情 沒有辦法處理 但是只要是金融市場 你相信阿豪 我叫張家豪 你叫我阿豪就好 你相信阿豪一件事情 金融市場它絕對不會讓你 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所以每次當你遇到問題 特別是當你真的痛苦到不行 痛苦到真的 把蜜蜜流下來的時候 各位記住 那個就是把握那個機會 那個就是你進步的機會 你把這個困難把它處理掉之後 各位你接下來你的操盤的功率就增加了 你就更容易賺錢了 所以我今天我相信 今天是台紙期結算 大人在打架 但是你先把這些基本的工作先做好 第一個手機拿起來先掃描給阿豪 第二個剛才阿豪跟你講的那個台積電 457 我再次強調喔 我們盤中的節目我們遵守規定 我不是在報明白喔 但是那一個為什麼457 我剛才已經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那個是技術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 把它記起來 把它記起來 那中場休息一下 那如果說各位你掃描 真的不會掃描 一些哥哥姐姐真的不會掃描 那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式 有 你利用盤中的電話 跟服務人進一步的諮詢 我們中場休息回來跟各位報告 你的股票什麼時候該跑 什麼時候不應該跑 反而該加碼 馬上回來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詭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詭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各位昨天很多觀眾朋友 在收完盤之後 用私訊 用LINE私訊問 老師怎麼辦 我的股票要不要先跑 我昨天很多股票 真的跌得蠻慘的 各位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當你的股票如果出現 來注意聽喔 當你的股票如果出現 這種狀況的時候 各位 不要留戀 不要戀戰 先砍再說 什麼樣的狀況 各位如果說你的股票 你會這麼問我 一定是你的股票可能跌了一段了 如果說你的股票跌了一段 沒有關係 可是它如果出現下面這種情況 各位真的二話不說 先砍再說 什麼情況 各位如果說你發現你的股票 股價 買進去之後怎麼一直跌 一直跌一直跌 如果說它已經跌破了 人家主力的成本區 跌破了主力的攻擊點的時候 各位你就真的不要留戀了 這種股票一定是先砍再說 因為在我們實戰的經驗 這種股票它是很容易跌的 知道嗎 所以如果 這種情況一出現 各位不管他 跟你講未來再怎麼好 明年再怎麼好 先砍再說 所以最重要的是這個主力的成本區 不要跌破 這個一跌破絕對沒有好事 大概九成以上 都是跌破了 好 那第二種股票 如果說你發現 它有跌下來 可是呢 它有跌下來 但是它反而沒有跌破 這個主力的成本區 這個主力的防守區的時候 股價它突破之後有跌下來 可是它這個地方 它守得穩穩的 這種接下來還是很容易漲 這種跌下來 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你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去檢視你手中的股票 知道嗎 你手中的股票 一定要去檢視 看看它是不是跌破了主力的成本區 跌破主力的成本區 各位二話不說 鼻子摸著 先砍再說 砍掉之後錢拿回來要放到什麼地方 不是再換到另外一個又跌破主力成本區的股票 你要換到一個現在它是在主力成本區上方的先去鎖定 如果它接下來跌下來之後 它有重新再彈上去 各位 當它要突破攻擊點的時候 各位這種股票接下來又很容易漲 你要做過年的行情 各位 你接下來就是剛好一個很好 調整 子股的時候 你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這個是回答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會這麼問 一定很多人也會有這種感覺 這是回答在個別股票的問題 但是 在講股票的時候 今天講不完 今天真的講不完 在講股票的時候 我給各位這樣子的一個大方向 可是我會叮嚀各位 除了換股之外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做避險的動作 你說老師 是要去把我們扛人的股票嗎 我就不會放股 各位我真的不建議 我真的不建議股票去放空 特別是在我們台灣的股市 其實那個遊戲規則 對放空的 真的很不友善 我就問句老實話 去年是不是 不是去年 今年的事情而已 今年是不是從1月跌到10月 那從1月跌到10月的時候 各位你今年有去放空的 你覺得甘荷專家 好吃嗎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即便大盤跌成這樣子 跌了快要6000點 可是很奇怪 你去放空股票 你會覺得 哇那等一半 就賺那麼一點點 不然跑 馬上去把股票給你 所以各位 不是說不能放空股票 但是 在我的認知裡面 真的放空 真的有賺到錢的 都是一些很厲害很厲害的高手 所以你如果自己沒有把握的時候 你看到那一檔股票不對 最多就是閃開就好 不要想到人家放空 尤其是你空到人家有在顧的股票 每次你進場 都剛好是人家在右空 接著馬上就是強加空 這是我的經驗啦 但是不然的話 股票一直跌怎麼辦 各位我會建議各位 我們在上班都有講過 你進來 很多人就是不做這個避險的動作 還是不要去避險 來各位 我本身是 股票 跟期貨雙證照的分析師 那我會建議 股票以做多為主 股票做多那個賺的是大錢 可是你如果平常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要做期貨的這個 多空雙向的避險 你說老師 我聽到機會 我就知道那個心臟要很大的 各位 那個是用主觀意識判斷 可是我請你做的這個避險 請你依照 MIS 起貨版 請你依照 真的動不了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用MIS主力動能 的期貨版 做多空雙向避險 那怎麼樣去做一個多空雙向避險 各位把握一個原則 你既然是在做多空雙向的避險 各位你就不限定做多或是做空 但是你一定要想辦法做到 在上漲的過程手中一定要有多單 下跌的時候手中一定要有空單 換句話說 只要你是做避險的 請你一定才順勢操作 你會很輕鬆 那什麼叫做上漲的過程手中有空單 上漲的過程手中有多單 我就給各位看 MIS的畫面它很簡單 它只比我們一般的K線多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 這是不是一般的K線 對不對 它多了一個 主力的成本區 就是這個圖顏色 長得醜醜的 不規則的這一塊 立光老師為什麼不把它畫漂亮一點 各位這不是我畫的啦 這是主力動能跑出來 現在的數據 它把它圖像化 堆疊回到K線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這個地方它是不是跌破了 價格是不是跌破了 主力的成本區 藍色的這條就是主力的攻擊線 當這個東西跌破的時候 各位 手上千萬不要有多單 你最多就是空手 但是你不要跟場內的主力對幹 絕對沒好事 立光老師 真的會這樣子嗎 來我就給各位看 在10天前我才跟各位講過這件事情 那時候我跟各位去講的是這一段 是這一段 我把數字調出來你就知道 有沒有做多空避險 一口就差一個保證金 在這個地方 假設你有多單的請你多單一定先走 真的不要跟他玩 多單一定要先走 不然的話 這筆多單走掉的時候會賠147點 但是這個地方你放空的話 你會增加453點 因為你放空下跌過程手中有空單 對不對 你會 反敗為勝 如果沒有的話 各位 一口就差多少 18萬 這是不是在10天前我才跟各位去講過了 來 我就跟各位講這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複 來這一筆單 有賺錢對不對 可是你看到這種訊號的時候 拜託你手上千萬不要再有多單 一定要有空單 你最多就是不做 不然的話 你的82點 後面是賠掉500點 知道嗎 到昨天是賠掉500點 今天結算 割在單 對不對 本來是大賺 變成大賠 一口差多少 差20萬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這個東西 請各位 至少用一口 我也不建議各位 你一次壓五口十口 不用 你只用一口就好 大的小的都沒有關係 你如果真的很緊張 好你就用小的 但是其實你是在培養什麼 你是在培養一個紀律操作 你是在培養一個 在上漲的過程 你手中一定是有多單的 下跌的時候手中一定是有空單的 像今天結算 今天結算 各位 有的人就割在單 真的 有的人就割在單 可是你看 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這段是不是在下跌 到昨天 20號是不是殺到14121 請問你 從這邊往前看 你手中是有多單還是空單 下跌的過程 你手中是有空單 而且 你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把多單出掉 變成是空單進場 所以你空單出掉 本來是82點 空單在進場 82加上500 如果沒有出掉的話 本來是賺82點 後面賺500點 變成多少 所以一震一副 你知道這個訊號價值多少嗎 1000點 真的是1000點 一到超過多少 20萬 20萬 所以現在一口保證益多少 18萬 對不對 18萬你把它丟在這裡面 你用多空雙向避險 在這市場上 各位一定會有 漲檔跌跌 一下子 CPI 一下子 你看 日本也來抽熱鬥 也來抽熱鬥 你能夠叫他打電話叫他說 你不要來鬧好不好 我還要做過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來鬧 不可能啊 因為你是在這個市場上 你是在這個金融的共同體裡面 所以遇到問題怎麼辦 趕快想辦法去處理 趕快想辦法去處理 所以如果說你對這個 MIS 對這個 MIS 期貨版 有想要再進一步了解的 請您等一下 節目結束之後 播一通電話 服務人也會跟你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怎麼樣用一口 去做多空雙向避險 讓你股票歸股票 期貨 就是賺坡東 詳細內容電話諮詢 感謝各位明天見 請訂閱